见到第一仙,第3111章,三世佛在线。 苏义返回后,就带着一只手在那的洛宇妖祖和虎禅妖祖一起离开。 在抵达赤渊道亭和枯玄天地建国之后,我便会离开南海。 路上,苏义道,之后,你们就自由了。 洛宇妖祖连忙道,大人言重了,我和虎禅为大人做事,从未失去自由,又弹劾重获自由。 虎禅妖祖连连点头,以后纵是和大人暂别,可只要大人一声召唤,我们必随教随道,万死不辞。 苏义只笑了笑,没有说什么。 只不过在心中,他已有了一个大致的谋划。 以后等见到立心建斋那些门人时,就在这南海上开辟一个新的祖庭,把立心建斋搬迁至此。 如此,进可攻,退可守。 再加上这些妖祖在这命运长河上,哪个天地级势力还敢来挑衅? 当然,这只是一个初期想法。 在以后,但凡有机会,苏义必会把那一个各天地级势力连根拔除。 以后倘若有机会,我为你们争取一些突破的机会。 想了想,苏义画了个饼。 当然,他既然敢说,以后自会去兑现。 两位妖祖先是一正,玄机内心狂喜。 身为妖祖,若是在突破,那就和天地一样,能够打碎命运枷锁,踏上更高道徒。 他们可不会忘了,就因为苏义的关系,才让轻衣天地得到了道祖若素的青睐。 从而获得了这样一个万古难遇的奇迹。 是的,就是万古难遇。 任何一个天地和妖祖,谁不想登临底岸,踏上更高道徒。 可过往漫长无比的岁月中,又有几个能做到。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。 一些妖祖终其一生都不见得能拥有。 而两位妖祖早就确信,苏义能够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。 多谢大人,多谢大人。 两位妖祖感激涕零。 冷不丁地,一道祥和慈悲的声音响起。 能让两位妖祖这般感恩戴德,倒有不愧是指掌命书命官啊。 一下子,苏义等人目光齐齐看向远处。 这时候的他们,才刚刚离开混沌海,正准备前往赤渊稻亭赶去。 而此时在那远处的海面上,凭空出现一个白衣僧人,面容如青年般, 脚踩一朵大道连台,宝像庄严。 赫然是三世佛! 他面带微笑,双手合时,朝苏义摇摇跪一道, 神游舟一别,道有风采更盛往昔,可喜可贺。 苏义一看到这突驴,心中就涌起说不出的感慨,有杀鸡,有钦佩,也有艳增和。 实在是两者之间结下的恩怨太多,持续的时间也太久, 若追根问底,早在人间戒时,这突驴的化身就曾出现。 像玄黄界之所以从世间隐去,就和受到未来佛的一道抑制法乡,威胁有关。 哪怕苏义不愿意,也不得不承认,这突驴,俨然可以称作是自己的大道之敌了。 这次你又想玩什么花样? 苏义也笑了,拎着酒壶,主动朝三世佛走去。 两位妖族紧随其后,三世佛见此,笑着摇头, 道友还请藏起心中杀鸡,我此次前来,乃是有至关重要的大势相伤。 哦,说来听听。 苏义并未停下脚步,在他身上,气机悄然流转, 一身道横如长江大河般推到最巅峰处。 那一身的杀气,完全都不带掩饰的,让这片海域都随之陷入阵战中。 两位妖族见此,眼神也变得不善,皆叙事以待, 准备配合苏义一起出手。 三世佛僧衣飘夜,神色古井不波,轻声道, 我为万劫之冤的一场变故而来。 苏义眉头微挑,心中实则不平静。 他这次之所以改变主意要前往万劫之冤, 就是因为万劫帝君和无济佛的本尊发生了不可测的变故。 谁能想象,三世佛竟然也为此而来。 另外,道友眼前所见,只不过是我的意志法身而已。 哪怕被你毁掉,也于事无补。 三世佛静静立在那儿,与其如此,道友为何不先和我聊一聊? 苏义皱眉,悄然顿足。 他的确发现,此刻的三世佛是一个意志法身。 落与妖族眼神异痒。 他想起前不久前来宿命海时, 他也曾在苏义安排下, 以意志法身出现, 牵着那些天地的鼻子走。 而现在, 三世佛明显打算把类似的办法用在苏义身上。 可就在这一瞬, 苏义出手了。 身影凭空出现在三世佛面前, 猛地一把抓住对方的脖梗, 掌指尖的力量, 随之如山崩海啸般释放出来。 哄! 三世佛躯体出现无数裂纹, 像即将支离破碎的瓷器。 其脚下的连台率先四分五裂, 化作耀眼的光雨飘洒。 出乎意料的是, 三世佛神色平静如旧, 只探到, 道友, 你都已点亮本命心灯, 可心性怎还如此急躁, 实属不应该啊。 苏义道, 你们佛们不是说, 做人做事, 既要有菩萨低眉之悲悯之心, 又当有金刚怒目之霹雳手段。 面对你这突驴, 我又何须遮掩心中杀意? 三世佛一正, 赞许道。 不曾想, 道友竟也懂得, 我佛门一脉的妙地, 不俗。 他明明被攥着脖梗, 像小鸡般被拎着, 身躯也出现无数裂纹, 可却像没事人般, 又能谈笑风声。 这种姿态, 让两位妖祖都很意外。 想聊也可以, 让你的本尊来, 我在赤渊道庭等着, 明天此时, 若见不到你, 过世不后。 苏义的声音还在回荡, 已经一把震碎三世佛的意志法身, 漫天光雨飞洒而出。 两位妖祖连忙上前, 大人, 可要提前布设沙阵, 在赤渊道庭, 一举灭了那秃驴。 苏义微微摇头, 那家伙明天若赶来, 注定做足了准备, 不会给我可乘之机。 走吧, 路上再说。 苏义喝了一口酒, 带着两位妖祖继续赶路, 只是他心中, 已多出一抹阴霾。 苏义不会忘忘, 当年的神游周一战前, 三世佛就曾找到自己, 希望和自己进行交易, 让自己带着他一起前往万劫之渊。 至于三世佛去万劫之渊, 要图谋什么? 苏义并不清楚。 他本以为, 这件事已经过去。 可现在, 先是万劫之渊中的万劫帝君和无忌佛的本尊发生变故, 紧跟着三世佛就出现出动来找自己。 这哪可能是巧合? 苏义甚至怀疑, 万劫之渊中的变故, 会不会就和三世佛有关? 不管那家伙明天来不来, 都要尽快去万劫之渊一趟。 苏义暗道, 当天, 他们抵达赤渊道庭, 见到了万劫帝君和飞云子。 谈起三世佛这件事, 枯悬天地眉头皱起, 道, 老爹, 你可千万别小觑灵山祖庭。 整个末法时代, 灵山祖庭号称永恒天狱第一道统, 那时候的天下, 佛法昌盛, 灵山门徒遍布四海八荒, 凡有修士汇聚之地, 处处可闻诵经生。 即便末法时代落幕, 灵山祖庭元气大伤, 大不如前, 可依旧是天下公认的天地级势力。 像我这种老家伙, 都清楚一件事, 灵山祖庭背后站着的, 的确是命运彼岸的一个始祖级佛门势力。 若说三清官下院, 是三清官安排在命运长河上的一个据点, 那么灵山祖庭, 就是彼岸佛门所安排的一个据点。 而这三世佛的来历, 最为蹊跷。 时至今日, 也没人清楚, 这家伙最初的时候, 是如何进入灵山祖庭修行, 又是如何正道, 身上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总之, 和这家伙接触, 再如何, 小心都不为过。 听完, 苏义不经意外, 枯悬天地, 何等天不怕地不怕的人, 可看起来, 他似乎对三世佛颇为忌惮。 对此, 苏义只说道, 他先后两次主动来见我, 必有缘由, 不出意外, 他明天肯定会来。 枯悬天地也提议道, 要不要提前布局, 把那秃驴彻底留下? 没必要。 苏义再次拒绝。 第二天, 苏义从打坐中醒来时, 一身修为, 以真挚无量镜大圆满地步。 而由此静静, 自然和炼化, 一株天命道药有关。 老爹, 那秃驴来了。 枯悬天地匆匆而来, 没想到啊, 那秃驴胆子挺大的, 所以长身而起, 走, 去看看。 池圆道亭外, 远处海域上, 三世佛一席白色僧衣, 孤身一人立在虚空中。 他来的时间, 比约定的要提前了足足三个时辰。 这么早? 苏义道, 在他身后, 立着枯悬天地和两位妖祖, 接一眼看出, 那是三世佛的本尊, 而非易智法乡。 这让他们也都很意外, 这突吕哪来的底气, 敢孤身一人上门。 提前赶来, 只为略表心中诚意。 三世佛双手合十, 微笑开口。 苏义目光扫视四周, 道, 以你的性情, 可向来不会做将自己置之于死地的事情。 莫非你这次还请了帮手? 三世佛眼谋泛起一丝异色, 感慨道, 果然, 这天上帝下之我者, 莫过于道友一人。 说着, 他微微侧身, 道, 苏道友眼里柔布的沙子, 欲语之贡商大事, 自当以成相待, 还请道友现身一见。 声音还在回荡, 无声无息地, 三世佛身旁, 凭空多出一道身影。 声音还在回荡前方的音乐。